大家好 我是崔咪 今天的主題是 就是要教大家怎麼樣改造 就是家裡面自己的衣服 然後我們請幫手 先幫我們拍一下 就是這兩件前後的差別 就是這兩件它原本的版型 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是就是這麼長 這樣長版的感覺 可是其實之前很流行 像這樣的長版的T-shirt 可是到今年的時候 像這樣的衣服 其實它已經有一點退流行了 可是之前買的衣服要怎麼辦 怎麼樣變成就是今年最流行的東西呢 登登 看這樣子 你看像這件的地方 它就是變成斜邊的下板 然後有今年很流 就是很流行的流蘇的細節在裡面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示範 怎麼樣把這件衣服 變成今年當季最流行的服裝囉 首先我們就是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先在身上稍微比一下 它原本是這樣齊長的感覺 那我想要剪到就是稍微是膝蓋上面 膝蓋上面的位置 然後就是做一個斜邊的剪彩 所以我就是先比了一下之後 我會先抓一下 就大概是這個位置這樣子 然後抓好之後 如果不放心的寶貝們可以 就是用尺來量會比較準確 可是因為 就是我每次都是憑感覺 所以就是 就是每個人不一樣 然後一定要有一把非常力的布剪 然後像這個布剪在永樂市場都可以買到 它就是專門在剪布的喔 好 那我們就是決定了第一個點之後 稍微先剪一刀 好 這是第一刀這樣子 然後就是 順著斜邊往下剪 可以把那個斜邊的弧度剪大一點沒關係 這時候是不是要請就是 小幫手來唱一首歌 他比較不會無聊 小幫手不是最近很迷那個 一首那個誰的歌 蛤 劉子謙嗎 劉子謙 劉子謙 唱個兩句來聽聽 我的指典裡沒有放棄 非常好 因為我鎖定你 非常好非常好 好 我們把前面就是先 這個句詞的感覺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剪成流蘇的 這樣子 然後在後面的地方呢 我會 一樣從前面剪 可是我不建議就是剪成一模一樣的感覺 稍微剪有點圓弧的感覺 因為女生啊 很在意就是 像小腿肚啊 腿部的線條的地方 那後面做這樣圓弧的剪材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可以比較稍微的修飾 身材 噢 它就是一樣變成是這樣子斜邊的下白了 然後呢 接下來剪流蘇的方式也非常的簡單 一樣就是用布剪 剪成一條一條就好了 剪完之後啊 稍微用手這樣拉一下 這個布料的特性啊 它不會虛邊 然後會變得就是有點 像這件這種旋轉的感覺 可以幫我拍一下這個成果嗎 就是這個就是剪完的效果 好 等一下就等我剪完 一起跟大家分享結果囉 好